1月17号,在河北石家庄郭氏铁板浮雕艺术馆里,来自孟加拉国的菲瑞,台米,阿璐和阿图四位留学生两两一组,正忙得热火朝天。 一人扶好铁板,一人拿着赞在铁板上反复吹打,他们是河北一所高校的大三留学生。 临近春节,他们穿上了传统服饰,与师傅郭海博一起,悄悄打打地准备迎接新年。 去年,喜欢中国文化的他们陆续败在河北省飞衣项目郭氏铁板浮雕艺术传承人郭海博门下,成了洋学徒。 然后我觉得特别喜欢这个艺术在铁板上标准出来,我觉得特别不可思议。 创作一幅铁板浮雕作品,要经过绘画,探印,背面垂断企图,打磨,火烧等实际道工序。 为了让他的洋徒弟在短暂的留学时间里,掌握铁板浮雕的全部技法。 郭海博还让女儿,郭氏铁板浮雕十家装饰传承人郭莫涵,手把手地教这些洋徒弟基础技法和知识。 他们是非常努力,一有时间他就会过来,我们也会把自己所绘的这些传统艺术也会交给他们,他们也是非常感兴趣。 菲瑞是四个人中最早拜师学艺的,她说,来到中国第一次接触铁板浮雕就喜欢上了这门艺术,后来就大胆地拜师学艺,经过一年多的学习。 如今,她以树林掌握了锤断、赞刻等技法,能够独立完成一件简单的作品。 台敏是四个人里唯一的女生。 去年11月份,她用11个月完成的铁板浮雕作品《变形牛头》,获得中国一项艺术设计赛事的一等奖。 台敏说,牛在蒙加拉国象征着勤劳勇敢,她喜欢牛吃苦耐劳的精神。 我为什么愿意收他们,他们也愿意学。 我也想通过这个铁板浮雕艺术馆和工作室这个平台,让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铁板浮雕艺术能走出国门。 今年夏天,四位洋学徒在河北的学业将要结束。 今年是他们与师父在一起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为了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阿璐与三个伙伴一起发挥所学, 在铁板上敲出了《我爱中国》四个大字。 我想把他们带回去我们国家,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也让更多的人感受中国回忆的美丽。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